好 新聞一開始 先帶你來關注一起墜橋的意外 今天早上10點多 屏東縣警察局三地門分住所 就接獲了民眾報案 在台24縣的古川大橋上 有一名單車騎士是不明原因 從古川大橋墜落河床 警方到場後就確認了 這名男子是已經當場死亡 經過身分查驗 是一名年約60多歲的賴慶男子 屏東縣三地門鄉 台24縣31.9K處 發生一件意外罪橋死亡犯件 死者唯一名男性 免約65歲住高雄 趕看目前警方理性當中 屏東縣古川大橋 橋墜是有高達99公尺高 是全台橋墜最高的橋樑 目前警方已經聯繫上家屬 跟報案人進行筆錄 目前事發現場是正交由警方 進行採證跟勘察 要釐清案情